Lun Sang 热闪 Lun Sang 热闪 汇足 解线 GeForce GTX 470 股头核心 在高功耗之下产生的热力 Evra 由Sortec 推出的 GeForce GTX 470 AMP 最大的买点 是在于启用散热器大厂 Salmon 最新推出的 VF3000 拐图卡散热器 散热器 創用了Fleas Lock 设计 内建五条Heap pipe 热道管 并贯穿的大量旗片 而且 散热器的底部 創用了传统设计 并经过抛光处理 直接接触拐图核心来散热 加上散热器 资有两组92mm LED散热风扇 风扇創了 EBL Bearing 设计 转速最高为3210rpm 其中 GeForce GTX 470 AMP 灰图卡的散热器 预设转速为1300rpm 在提供散热能力的时候 亦都为静音取得平衡 此外 除了会灰图核心提高散热 GeForce GTX 470 AMP 灰图卡亦都在 记忆体火粒和供电模组 切入散热片 利用散热器上面的两组风扇 产生的气流帮助散热 令到整块灰图卡 可以在良好的温度之下运作 四下散热器之后 可以看到灰图卡 为AMP超频版本 核心时密由公版的607MHz 大幅提升至656MHz ShutterCross时密 亦都由公版的1215MHz 超频至1312MHz 超频的幅度接近10% 在记忆体方面 GeForce GTX 470 AMP 绘图卡 搭載了10粒GDDR5 记忆体火粒 总容量为1280Mbps 记忆体界面为320bit 字幕大约超频至DDR3404MHz 由于GeForce GTX 470的功耗为250W 因此GeForce GTX 470 AMP 的供电部分 和供版一样 需要使用两组6-pin 供电接口 提供足够供电 另一方面 绘图卡输出界面部分 亦都和供版没太大的分别 同样提供两组DPI 和一组Mini HDMI 输出界面 EVA 由GeForce GTX 470 AMP 绘图卡 用了VF3000散热器之后 在利用预设的40%风扇转速 为核心进行100% Full Low 运作 只是录得大约67度的最高温度 而且 预设超频 亦都比公版得到效能提升 表现令人满意 G龙黎 BGM 法 大爷